你也稍微問一下 有時候面試是面試 有時候面試是人資 有時候面試是你那一個的主管 其實都不太一樣 但是你要先問清楚他們的價值觀 就是我們價值觀有沒有相符 有人就是我就是要賺錢 我管你的 你員工薪水低沒關係 我產品那個成本就是壓到最低 我就是要賺錢 但有人就會很注重說 我們產品品質啊 我們到底有每一個細節 我們整個製作的細節都要到位 沒有到位你就會被退貨 那有人就是品質優先 你如果做得不好 你就會被退貨 那你就要去調整啊 或者是說服他 或者是內部溝通討論 處理最好更好的方案 那還有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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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還有人覺得就是 員工進公司就是 那還有人覺得就是 員工進公司 你就可以被任意支配 他就跟我們白名 那還有人就覺得我們進公司 就是變成 那還有人 哪還有人 哪還有人 哪有人 哪有人就是覺得我們 員工進公司 就是我們可以被任意支配 我們的時間 全部都賣給公司 所以他叫我想要幹什麼 就可以幹什麼 真的是有點荒謬啦 哪有 哪有 哪有就是 哪有就是 哪有公司 哪有公司就覺得 我們員工進了公司 我們的時間 就可以任他 自由 任意支配 哪有公司會覺得 哇賽 我們員工進公司 我們所有的 哪有公司會覺得 哇賽 我們進了公司 我們所有的時間 就是公司的 所以他可以任意支配 叫我們做什麼 做什麼 在乎沒有事情 都可以做 哇賽 這真的有遇到 真的 我覺得很瘋狂 所以價值觀 雙方都要 有一個平衡點 就是 有一個共識 沒有共識 那應該就不會合作了 哪有公司會覺得 哇賽 員工進了這間公司 他的時間 全部都可以任由 任由 哪有公司會覺得 哇賽 員工的 哪有公司會覺得 員工進來這間公司 他的時間 可以由這間公司 任意支配 他叫你做什麼 再荒謬事情都可以 這種 好可怕 真的有遇到這樣子的 所以就是 你要雙方的價值觀 有共識啦 沒有共識 那應該是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合作 這樣 哪有公司會覺得 哇賽 員工進了這間公司 他的時間 就可以由 這間公司 任意支配 再做更 哪有公司會覺得 員工進了這間公司 你的時間 就賣給了這間公司 而且你的時間 可以由這間公司 任意支配 然後他叫你做什麼 荒謬事情都可以做 真的有遇到這樣 那還有公司會覺得 你員工進了公司 那還有公司會覺得 員工進了公司 你的時間 就賣給了這間公司 那還有公司會覺得 你員工進了公司 就是把你的時間 賣給的公司 所以你時間 就可以由公司 自由支配 然後他叫你做什麼 再荒謬事情 你都要去執行 真的有遇到這樣 這間公司 那真的是 就是價值工 那還有公司真的是覺得 那還有公司覺得 員工的時間 那還有公司覺得 員工進了這間公司 那還有公司覺得 那還有公司覺得 員工進了這間公司 他的時間就賣給了這間公司 那公司 那公司就可以自由支配 所有的時間 那還有公司會覺得 你進了這間公司 你就是把時間賣給了他 那還有公司會覺得 你進了這間公司 你就是把時間 那還有公司會覺得 員工進了這間公司 員工就是把時間賣給了這間公司 那你所有事情 時間都可以由公司任意支配 所以他叫你做再荒謬事情都可以 這種很可怕的公司 我真的有遇到 所以價值觀如果不相符的話 合作的機會 合作的機會 應該也會大大降低 那還有公司會覺得 我們員工進了這間公司 就是把我們時間 直接賣給的公司 所以你公司 就可以任由支配 任由 任意支配 那還有公司覺得 我們員工進了這間公司 就是把我們員工的時間 賣給的這間公司 那我們這間公司 就可以任意支配我們的時間 叫我們做再荒謬事情 都OK 這個價值觀 就是有點落差 那合作的機會 就大大降低囉